来做礼拜的 我们来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主日我们大家奉耶稣的名 到上帝里的诗人宝座前来敬拜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到教堂 但是我们的家就是主你的圣殿 你愿意每一个时刻都与我们同在 无论我们在哪个地方 神你都同在 主耶稣你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 所以我们在天堂里跟主你相会 我们非常的高兴 主你来祝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凡是在这线上相聚的 主你的灵都与我们在一起 带领我们这个时间分别为圣 感谢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下一个礼拜就是圣灵降临节 那什么是圣灵降临节呢 就是耶稣耶稣为我们死 圣灵那他们就在耶稣复活四十天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聚集到耶稣复活的五十天 这十天里面就是第五个十天 所以叫做五旬节到第五十天 圣灵降临 所以应该今天算往前三天就是礼拜四 那那个时候他们 这些门徒他们就聚集在一起 等了十天 到下一个礼拜天圣灵就降临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 认识圣灵保卫师 因为在七天就是下一个礼拜天 圣灵降临节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认识圣灵保卫师 那今天的主题经文是约翰福音 十四章十六节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十七节 圣经节这么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哇这个地方真的好宝贝 因为耶稣他讲这句话 就是他快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说我要求父 或者是说我要求父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这个保卫师就是圣灵 就是说我要求天父的时候 父神他就马上赐给你们另外一个神 就是圣灵他就永远与你们同在 哇感谢主 因为耶稣他升天之后 他不跟我们同在了 他就求天父赐给我们圣灵 所以圣灵非常重要 所以有一次在礼拜 那一个牧师就在黑板上写几个字 他说圣灵是谁 是什么 哇那大家到齐之后 经过唱诗 经过祷告 这个讲员 就以他写在板上的那个问题 要求弟兄姐妹 要求参加做礼拜的兄弟姐妹来作答 然后有一个女士就说圣灵 圣灵就是三一神的第三位 好像对 因为第一位是上帝 第二位是耶稣 第三位就是圣灵 他说圣灵是三位 真一真神的第三位 然后他的帐户就说圣灵就是保卫师 有的说圣灵是 那有的人就说他是我们的祥导 有的人说他是风 对啊在西伯来文圣灵 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风 然后有一大串一大挂的答案 有的说得对 有的说得错 好像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讲员 后来讲员就把大家讲的这个答案 他因为一个一个写在黑板上面 他就一个一个说出来之后 他的答案是什么 他说圣灵就是上帝 因为天父上帝 圣子上帝 圣灵也是上帝 圣灵他本身也是上帝 很多人说 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正灵 正能量 正能量就是一种力量 一种能量 好像看不见一股神圣的力量 很多基督徒把圣父圣子圣灵 这个圣灵 他很多人他不认为他是上帝 其实圣灵是上帝 天父是上帝 耶稣也是上帝 圣灵也是上帝 但是很多基督徒把圣灵看成是一股神圣的力量 他们忽略了 原来圣灵也是上帝 他不是三一真神的第三位而已 他是上帝 因为信徒对圣灵缺乏认识 甚至忽略了他 所以圣灵就为我们担忧 因为我们所认识的圣灵 好像是一股力量 一股正能量 忽略了 他是上帝 所以圣灵 他我们如果不理会他或不认识他 他会为我们担忧 为我们忧伤 结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的灵性没有办法长进 教会也没有办法得到兴旺 刚才我们那年的圣经 耶稣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 他说我要求父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弟兄姐妹 耶稣离开世间之后 他求上帝赐给圣灵 赐给我们这个圣灵 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却跟我们同在这个圣灵 我们不认识他 那不是很可怜吗 第十七节他说 就是真理的圣灵 这个保卫师就是真理的圣灵 他说是人不能接受的 为什么是人不接受 因为看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 看不见他 所以就不认识他 我们认识他 因为他常与我们同在 也要在我们里面 今天我们认识圣灵 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 更多的认识圣灵上帝 叫我们得到圣灵上帝 所是更大属灵的恩典 跟属灵的福分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那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五章 十六章 各有一个地方 耶稣就借着圣经节 来告诉我们 十四章应该是两个地方 十四章有两个地方 十五章有一个地方 十六章有一个地方 耶稣透过这四段的经文 耶稣来介绍圣灵 耶稣亲自介绍圣灵 在约翰福音有四个地方 那今天我们是 耶稣透过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六节十七节 第一个地方来告诉我们 圣灵是什么 那我们今天就要借着 十四章十六节十七节 来介绍圣灵 那其他三个地方是哪个地方呢 约翰福音第二段 十四章二十六节 耶稣说 但保卫师就是父 因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只教你们 并且要教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一切的话 哇你看 耶稣所介绍的圣灵是什么 就是耶稣他在十四章二十六节说 我要求父 父因我的名 就拆圣灵来 他要将一切 我只教你们的事 要将一切的事只教你们 并且要教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一切的话 所以当 耶稣他在世上 跟他的门徒 所说的话 可能这些门徒认为说 哎呀 常常有耶稣 耶稣也常常讲话 我忘了也没有关系 耶稣他还会跟我讲 后来哇 耶稣离开了 耶稣他要离开之前 他说 这个圣灵 要将一切事情指教我们 并且叫我们想起 耶稣对我们所说一切的话 所以圣灵 要让我们想起耶稣 对我们所说一切的话 在约翰福音第三个地方 十五章二十六节 耶稣他说 但我要重复那里 拆保会师来 就是重复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的就是为我做见证 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识圣灵 那是非常的冤枉 因为圣灵 他要做见证 来见证我们的耶稣基督 第四段 就是十六章 第七节到十五节 那很长的经文 我只念第七节跟十三节就好 第七节他说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 保会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十六章第七节 耶稣说 我如果不死而复活到上帝那里去 那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那请问 耶稣他离开世间 他到了阿巴乌那里 他为我们死而复活 他到天上之后 然后圣灵就来 那就是圣灵他取代了耶稣 耶稣他本身是上帝 所以圣灵本身也是上帝 他说我若不去 耶稣若不去赴那里 他不复活生天 保会师圣灵就不到我们这里来 耶稣说我若去就拆圣灵来 十三节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哇圣灵来了 他就明白了一切的真理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认识圣灵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圣灵要引导我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去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圣灵不是凭着他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后面这一句话很重要 十六章第十三节他说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弟兄姐妹 圣灵是多么的丰富 他不只把耶稣告诉我们的 他的教导让我们想到 他就再一次对我们 只是耶稣所讲一切的话 他还要见证主耶稣 不只这样圣灵 还要把将来的事情都告诉我们 所以非常重要 这四个经文 就是耶稣他透过约翰福音 他在介绍圣灵 那今天第一段就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十七节 第一个我们要说什么 圣灵就是保慧师 这个经文的重点在于说明 主耶稣离开门徒 被接圣灵之后 圣灵就会被差遣到信徒当中 就被差遣在我们当中 与我们同在 如果你去好好的去了解 经文的上下文 你就可以发现 耶稣教导门徒 在这个十四章十六节讲的就是 有关耶稣在教导门徒 祷告的功课 在这个地方耶稣教导他的门徒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是给你们一位保慧师 我要求父 就是耶稣他要求父 他求父神怎么呢 他离开了 他求父 父就另外是下一位保慧师 这个十六节跟十四节不一样 十四节是说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哇 第十四节 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在教导门徒 如何祷告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节 你们若奉我的名 就是你们若奉耶稣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奉耶稣的名 所以牧师常常为人祷告 第一句话都说怎样 奉耶稣的名 比如说奉耶稣的名 带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姐妹 到上帝的十恩宝座前 奉耶稣的名 因为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节 耶稣说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所以我常常为人祷告 第一句话就说 奉耶稣的名 祷告 带某某人到上帝的十恩宝座前 耶稣说 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就成就 这边奉耶稣的名求什么 这个求 十四节这个求跟第十六节说 我要求父 这个求两个字在中文是一样 在希腊文的人文的意思 它却是不一样 第十四节是说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 就好像在下的 像在上的求 但是第十六节不是 他说我要求父 这个求是平等的 是同等地位的 是亲密地位的 是自由的 是马上可以知道 天父他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第十六节是 耶稣说我要求父 在这个地方表现出 他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 有自由的关系 有平等的关系 表明耶稣向我们的 天父的祈求是什么 是蒙应允的 为什么是蒙应允的 因为耶稣凡事 遵行天父的旨意 而且耶稣明白 我们的父神 他的心意 他的时候 所以很明显的 耶稣每一次的 祈求祷告 父神都给他 立刻的应允 何以见得呢 因为耶稣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保卫师 哇上帝他求天父 天父就马上给我们 保卫师 这一个他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保卫师 乍看之下好像是 这个另外一位 好像跟耶稣没有关系的 其实圣经在新一本 他翻译的比较贴切原文 他是说我要求父 天父就会赐给你们 另外一位保卫师 我们的圣经说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保卫师 其实翻译起来 这个新一本是说 他就会赐给你们 另外一位保卫师 不管怎么说 就是当耶稣离开世间 到天父阿爸父那边去的时候 上帝阿爸父 他就马上 赐我们保卫师 所以这个保卫师跟耶稣怎样 是同样 是上帝 是另外一个同类的 同类型的 同一类的 同荣耀的 同等的 平行的 也是自由的 同荣耀的 同一位 同一位 就是这位要来的圣灵 你们不要犯罪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他说我们如果犯罪 谁来救我们 谁来保我们 谁来让我们保释出来的 他说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宝 这个中宝就是 我们跟上帝之间 中间的保护人 中宝是谁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那圣灵是我们的保护师 是我们的中宝 然后约翰义书 又说耶稣是我们的中宝 所以耶稣就是圣灵 圣灵就是耶稣 所以当耶稣 他要升天 他要为我们儿子 升天之前 他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我们 另外的一个保护师 在约翰义书二章一节 说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基督本身 所以耶稣他复活之后 他不在书上 圣灵来的 他也是耶稣 他是跟耶稣同等 同类 所以保护师圣灵 他跟耶稣是同等的 也是同一位 所以三一真神 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 父神 子神 圣灵 三个是同样 都是上帝 三一真神 那讲的老半天 你问我 说牧师啊 中宝 你说他是保护师 那保护师是谁呢 保护师 如果用中文来讲 就是保护 师恩会 的老师 保护师 其实他在希腊文的意思是 导师 帮助者 保护者 他是我们的朋友 也是安慰者 所以保护师这个名词 在约翰福音 是约翰他专用的字 约翰福音 他出现了四次 在我们刚才念的 十四章十六节 还有另外二十六节 还有另外十五章二十六节 还有十六章第七节 完全都应用于圣灵身上 还有另外一次的是 约翰一书二章一节 用于耶稣身上 所以在约翰福音 这个使徒约翰 他就在他所写的 约翰福音上面是 耶稣 他在介绍圣灵本身 而另外一次 约翰福音 他使徒约翰 他在介绍圣灵 就是耶稣本身 所以圣灵 是保护师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导师 训畏师 是安慰者 这指导者 也是代导者 在我们很苦难 他圣灵就用我们 说不出的叹息 为我们在上帝的 诗恩宝座前 来为我们祷告 我们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就可以放胆到 圣灵的面前 求圣灵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指导 做我们随时的安慰 在我们人生 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 大有能力的帮助者 在我们迷途 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位导师 我们又需要有得着 在我们痛苦 绝望的时候的安慰 所以圣灵 祂能够解决 我们人生的苦难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即使的安慰 我们愿意来投靠祂吗 生活的担子 压得我们透不过气 好像到处碰壁 我们需要圣灵 做我们的保惠师 做我们的安慰 所以第一个 十四章十六节 十七节所讲的圣灵 第一个 祂是我们的保惠师 第十七节 祂接下来就说 这个保惠师是谁 就是真理的圣灵 好 那第十四章十七节 祂说 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那在约翰福音 本身 第四章第六节 祂有说到 十四章第六节 祂有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记得吗 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说祂是真理 那十四章第七节 耶稣在介绍 这一个圣灵 是真理的圣灵 所以耶稣是真理 然后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当然这两段的经文 并没有冲突 也没有抵触 祂只是表示出 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说祂是真理 十四章十七节 耶稣在介绍真理的时候 祂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所以耶稣是真理 那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那耶稣就是圣灵 所以在这个地方表达出 耶稣跟圣灵 祂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紧密 非常的密切 而且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 耶稣在指导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 祂说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祂 或许我们可以翻译为 那真正拜阿爸父的 要在灵跟真理当中来拜祂 在真理中 真理就是圣灵 真理就是耶稣 所以真正拜我们阿爸父的 要在耶稣里面 要在圣灵里面 来拜我们的阿爸父神 所以从这几处看来 圣父圣子圣灵 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 都跟真理有息息相关 所以圣灵被称为真理的灵 表示圣父圣子圣灵 他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除了这个之外呢 真理的圣灵 也代表了圣灵启示的 真理 也解释了神的真理 在约翰福音 四段的经文里面 都是耶稣基督 为新约圣经的著作 预先 给予批准 或印证 因为 耶稣他在刚才我们 所讲的 这个约翰福音 十四章十六节 十七节 耶稣他一宣 预告圣灵要来 然后 在第二端 他也这么说 在十四章二十六节 他说 他到父那里去 然后他要 父要因为耶稣的名 差遣圣灵来 圣灵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我们 并且 想起 耶稣对我们 所说一切的话 所以 耶稣 他在那边预告 圣灵 已经 默许了圣经 这些作者 他们 要把耶稣的教导 把上帝的教导 这一切的话 透过圣灵 来 让这些作者 写在圣经里面 而且让我们 了解 上帝 所说的一切的话 而且这样 十五章二十六节 他说 差圣灵来 圣灵要为 上耶稣做见证 那第十六章 他也说 圣灵 真理的圣灵来的 要引导我们 进入 或者是明白 一切的真理 因为圣灵 不是凭自己说的 是把所听见的 都说出来 而且要将 将来的事 告诉你们 所以圣灵 非常的 清楚在这个地方 他 已经 透过 耶稣基督 他在事上的时候 他已经 批准 预先 印证 而等待 圣灵 降临的时候 圣灵 将引导 使徒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圣灵 将上帝的真理 向门徒 写出来的时候 会记得 耶稣说过的话 圣灵 也会把 这些话 向使徒们 启示出来 或者是 让他们 哦 知道 耶稣 以前讲的话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圣灵 这种启示 这种光照 这种引导 目的是叫 使徒们 将主耶稣 他的言行 跟真理 毫无错误的 记录下来 这就成了 新约圣经了 所以 整部的 圣经里面 的作者 是这位 真理的圣灵 他记得 四十多位的 笔者 在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文化 在不同的学识之下 写出神的话 所以 既然圣经是 圣灵感动 这么多人 写出神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 靠着圣灵 去 帮助我们 明白圣经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 我圣经怎么读不懂 当然读不懂啦 因为圣灵 不是人的头脑写的 如果是人的头脑写的 大概 写这个圣 圣经的人 他的头脑 IQ跟我差不多 或许比我差 那他写的 我可以懂 但是这个圣经 不是 这一些IQ 比我低 比我高的人 写出来的 是圣灵 感动他们 写出来的 所以相当重要的 观念是什么 圣经是 圣灵所默示的 当然 不可忽略 圣灵的光照 所以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必须靠 圣灵的光照 才能够 明白圣经 换句话说 圣经的真理 必须 透过圣灵光照 我们才有办法 得到益处 也才有办法 得到福分 所以 圣灵是什么 圣灵 是真理的灵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还要要求 圣灵的光照 圣灵的教导 十篇 十一篇 一百十九篇 十八节 他说 求你开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 你律法中的奇妙 第三个 第一个圣灵是 保卫师 第二个 圣灵是真理的灵 第三个 圣灵是 同在的神 圣灵 为什么耶稣 他圣经之后 他为我们死 圣经之后 需要派圣灵来 猜另外一个保卫师 是真理的圣灵 圣灵为什么 他常与我们同在呢 永远与我们同在 因为圣灵就是 同在的上帝 是同在的神 耶稣 在这个地方 他来介绍圣灵 在约翰福音 另外呢 使徒行传第五章三节第四节 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三节第四节 那个地方说到亚拿尼亚 当时新约初期初代的教会 他们就变卖他们所有的 大家你有多的钱 少的钱 大家都拿过来 大家一起来生活 但是亚拿尼亚 扫菲拉 他们两个夫妻 就把他们卖的这些田地 留下几分钱 留为自己用 这个时候彼得就跟他说 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 第三节第四节 这么记载说 彼得说 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欺哄圣灵 把田地的价营失智留下几分呢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卖的 价营不是你做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 你不是欺哄人 你是欺哄神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第四节 亚拿尼亚他骗彼得说 我把我卖的钱 全部都拿来了 第四节 这个彼得说 你卖了 你可以做主 你还没有卖 田地你可以做主 你卖了这些钱 你可以做主 那你怎么留了几分钱 你怎么说 你全部都拿来呢 那你也可以做主啊 你可以卖了十分钱 你拿一分留着 九分拿来 可以啊 你为什么留着一分 你还说你全部都拿来呢 这个彼得跟亚拿尼亚说 你不是欺讽人 你是欺讽神 第四节 他说 你是欺讽上帝 但是前面第三节 他说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欺讽圣灵 所以第四节 他说你欺讽上帝 第三节说 你为什么欺讽圣灵 那请问 那圣灵跟神 是不是同一个人 是啊 他说你欺讽圣灵 你欺讽上帝 所以圣灵就是跟我们同在的上帝 彼得以圣灵为上帝 因为彼得 他把圣灵跟神 这个名词 互相运用 而且在西伯来书第十章 十五节十六节 保罗他说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 因为他既已说过 主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 又放在他们的里面 所以保罗以耶和娃所说过的话 套在圣灵的身上 表明圣灵就是上帝 所以在新约的圣经里面 很清楚的指出 圣灵本身就是上帝 所以我很压抑 有一些人 他拒绝接受圣灵 他拒绝接受圣灵的充满 他拒绝圣灵的恩高 他拒绝圣灵的恩赐 哇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本身圣灵就是上帝 上帝就是圣灵 耶稣他在刚才我们所念的 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17节 他指出圣灵是保卫师 也是真理的圣灵 主耶稣以自己作为保卫师的身份 来介绍圣灵 也是信徒的保卫师 所以圣灵是什么 圣灵就是保卫师 圣灵就是真理的灵 圣灵就是神的同在 那第四个我们接下来就要想 那圣灵耶稣上帝 他们是同一个 那这样子 圣灵跟我们信徒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第四个我们要说 圣灵跟信徒的关系 圣灵跟信徒的关系 我们用三个英文字 大概大家都会懂的 第一个是with with就是与什么在一起 圣灵with us 圣灵与我们同在 所以圣灵它跟信徒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像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在做礼拜 在我们晚堂的聚会里面 那圣灵它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今天晚上 所有的人我们在一起 我们敬拜上帝 我们也是在敬拜圣灵 我们在荣耀耶稣 我们也在荣耀圣灵 圣灵也与我们同在 所以with W-I-T-H 它也跟我们在一起 在我们互相聚集 互相交往的时候 它也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圣灵跟信徒的关系 就是在我们当中 第二个呢 by 圣灵就在我们的旁边 by 这个圣灵就在我们的旁边 圣灵亲自在场 也不止这样 第三个 圣灵呢 in 爱恩 就在我们个人的里面 你看 圣灵跟我们团体在一起 圣灵在我的旁边 也在我们的旁边 那第三个 它更深入 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in 爱恩 所以圣灵居住在我们个别 我们每一个人信徒的生命里面 所以这个三种的关系 越来越亲密 越来越亲切 完全表明 圣灵就是 宝慧师的身份 所以第四个 圣灵与信徒的关系 是with with 也是by 第三个 也是in 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最后一点 我们要想到的 就是第十七节 他说这个圣灵 跟我们同在的圣灵 第十七节说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其他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最后这几句非常重要 他说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这句话 与你们同在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是 现在是 也要在你们里面 是将来是 那我们就觉得奇怪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现在 没有过去 现在未来 就是现在因圣灵 常与我们同在 随时因为 with my in 他常与我们同在 是现在是 但是最后一句话说 也要在你们里面 他说 是将来是 现在是 为什么后面那是将来是 他现在 with my in 跟你们同在 怎么将来 也要在你们里面 要注意 有耶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因为 耶稣他还没有死 还没有定死 还没有死 还没有为我们 舍身 流血 为我们死 为我们复活 还没有升天 甚至于圣灵还没有降临 因为圣灵要在 耶稣他死 他死后 父我升天 才之后的十天 被差遣降临 圣灵 内住 信徒的生命中 这件事情 要等到圣灵 降临 才完全的实现 所以在 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说 因圣灵 仓与你们同在 是 现在是 也要在你们里面 就是说 将来也要在你们里面 是 未来是 因为耶稣那个时候 还没有为我们死 还没有为我们升天 当然圣灵 还没有充满 所以圣灵要在 耶稣 他复活 升天之后 这一个圣灵 与门徒同在的 这一个实现 才会成为一个事实 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用 未来是 也就是说 耶稣讲这句话 圣灵还没有降临 在信徒当中 虽然圣灵还没有降临 但是耶稣的工作 已经以现在是 来表示 所以 因圣灵 他会常与你们同在 但是将来 要在你们的里面 显然的 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 就在门徒的身上 门徒就完完全全 经历了这样的应许 我们感谢上帝 因为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成为我们随时的供应 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 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 结论来说 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人 当然不认识圣灵 因为 就像耶稣所说的 因为不见他 世人不能接受 也不认识他 但是我们呢 确认是圣灵 因为圣灵 常与我们同在 也要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 属耶稣的人 要努力的追求 我们的阿爸父 更追求认识圣灵 我们要认识圣灵 重新对圣灵认识 不要忽略圣灵的工作 跟圣灵的同在 因为圣灵是保卫师 真理的灵 也是同在的上帝 我们很希望 七天之后 圣灵的降临节 你是不是要 跟耶稣的这 120个门徒一样 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 让圣灵真的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呢 如果你愿意 你回去就好好的去看 使徒行传第一章跟第二章 使徒们 这些门徒们 120个门徒 他们如何的等候圣灵 他们如何的渴慕圣灵 他们如何的领受圣灵 圣灵如何浇灌在他们的身上 因为圣灵 祂是上帝 也是耶稣 祂是 阿卫师 真理的灵 也是同在的神 这样子 120个门徒 他们所领受的圣灵 你也可以跟我们的阿爸父 神说 上帝啊 你充满了这120个门徒的圣灵 我也要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好玄啊 莫牧师讲的圣灵 我们可以知道莫牧师很认真的讲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 好像懂 又好像听不懂 主啊 求圣灵就亲自来启示我们 让莫牧师所讲的 我们有很多的不懂 在圣灵降临节的这七天里面 我们要非常的渴慕 圣灵就充满在我们当中 那约翰 那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讲的 门徒的渴慕 跟第二章 门徒在那边等候圣灵 他们齐心同心祷告 后来圣灵浇灌 圣灵降临 圣灵的习在他们当中 主啊 我们不要那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今天 而真的 就是历史上的每一天 主啊 让我们得偿五旬节门徒 一百二十个他们所领受的圣灵 就奉耶稣的名 也浇灌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愿意 接受的 我们愿意接纳的圣灵 我们欢迎你就照往我们每一位可慕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真的带着初代教会这一百二十个门徒 他们被圣灵教官 那圣灵大有能力的恩典跟恩赐 在我们未来的生命当中 来引导我们 来指教我们 来劝慰我们 来引领我们前面的脚步 主感谢你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 我们的做礼拜到这个地方 我们到达